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武安台北股市今天上涨12点成交量 扩大到2186亿 不过外资今天仍然是卖超 外资今年卖超台股已经高达1兆07亿 这波上涨以来 如果把今天加上去卖超台股 就是说从13928涨到今天15408的位置 涨了1500点 外资还是站在卖方 卖了400多亿 但最重要是一些 我个人认为 一些避险基金借用 我们台湾政府给他的借券的制度 一直在卖台股 一直在卖台股 因为他赌的就是 因为货币政策还在升起 因为现在整体的基本面 确实也不太好 那他不相信台北股市会涨 所以最后呢 如果说政府在这里来的 要靠自己的力量 把外资搁上去的话 那就要做要做到底 不要做到一半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涨了1500点的操作 你要特别留意一下 不过多头的格局 还是存在的 那我们就今天的盘后 马上为投资朋友做解析 好 这是台北股市 今天涨了12点 涨了12点 反正在这边来讲 阶梯式的上涨 现在算是一个整理的格局 就是一个阶梯在那个梯田上面的平台上面 还没供给 还没供给 当然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那一个阶段来讲大概 如果说以这一波看的话 我们看一下大概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也没有很多点在跑 你看这个阶段来讲到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的高点是15000点左右嘛 那15035 我记得上涨的高点15035 所以从这边来讲 大概就以差不多500点为空间 这一波最高点就大概15475左右 你就抓500点 一个平台一个500点 一个平台一个500点 所以这平台整理完以后 要往上供的话 就可能就供到16000了 就供到16000 就是一个平台一个平台的整理 那这一波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先看美国股市 最重要的是美国股市 我们当然这一波来讲 我们是落后补涨的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外资 外资一直都在卖 外资一直在卖 我们看今天 以外资来看 我们看今天这个讯息 今天大家看到一个 这里来 这里 今日外资卖超73亿 还是卖73亿 那外资近年卖73亿 本周以来天天卖超 呈现五年卖 累计连五天 共卖超272亿 本月至外资累计 这本月就没有意义 我们看这个今年 今年来讲 外资卖超首破兆元 已经卖破一兆了 一兆七亿元 那以本土法人的来讲的话呢 以本土其实以 他说零十亿满 但是他倒没有说统计多少 没有统计多少 所以外资来讲 你看今年对台股这么差 那他有那么多股票 很多中长线的 其实真的在涨 你不可能股票在涨 他一直沿路卖了 我觉得不太相信了 一定都是借券卖放空的啦 借券卖出的 就是借券卖 那很多都是避险基金 避险基金 所以台北股市这一次来讲 我说这一波的涨 当然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政府啦 我们政府的强烈做多啦 那投信来讲的话 有在买 那但是融资 你看融资也没有在 也没有升嘛 你看涨了这1500点 融资大概就躺平在这里而已 你看这条黄色的线 这黄色的线就是每天的值 你看就是躺平嘛 这里是18 这里是189几 这是190几而已啊 融资根本就没有增加 增加不到231而已啊 涨了1500点 所以投资人朋友 赔的我赔到 涨都赚 该赚的钱都没有赚到 希望你不要这样子 最近操作来讲 不会太难做 你只要选对 真的基本面 真的有好的构 像我跟各位报告的 就是说有成长性的 明年的获利大于今年的话 大概都不会赔钱啦 赚多赚少而已 我等一下给你印证给你看嘛 我大概 最近带我们会员操作股的股票 大概每档都赚钱 赚多赚少而已 每一档都赚钱啦 我今天来讲 我等一下跟各位报告嘛 所以说你 其实这一波 不要说真的涨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再赚 赔的过程 你如果现在有股票 你套牢的 你放着 不要现在买 因为这一波还没走完 还没走完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每个礼拜我跟各位讲比较详细的大盘分析 你看这一波 我们之前都在分析这一波 为什么 因为这一波都没过 你分析这么一大波根本也没有用啊 第五波我这边来 12345 有没有 我说 12345 这个第五波的中线中轴 这边都没过 你讲这么大有没有用 没有用嘛 好那这个礼拜终于过了 虽然走得很温吞了 外资这个礼拜一直在卖 但是至少他已经过了 那过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出来 这个目前 大盘也上季线上四天了 现在季线在15330 那你说上了 是如果再跌破下来 你跌不下来 那就没有关系 因为他毕竟已经三天站上去了 所以短线他如果再破的话 这个季线有没有站稳 没有很重要 最重要在哪边 时日线跟月线 时日线是月线 是他短线的一个轨迹 那如果说三天站稳 就代表他的趋势已经确立住了 至少几率是高的啦 当然我说社会科学没有100% 我说我跟你讲 百分之百一定往上涨 没有 我讲的会涨是 几率很高的几率是往上涨 就是往上涨的几率是比 跌的几率是高的 对不对 那会不会跌 明天我说中共打个灰弹 打到中农五就跌了嘛 那有什么不跌的呢 所以说社会科学的东西 没有百分之百 我们讲的是几率高低而已 那现在涨的几率当然高嘛 你从现行看的话 所以这一波来讲的话 我说三大的压力 一个15200点的长线紧线的位置 一个是季线的还压 一个是所谓的中线中线 15367 那这三个点竟然在这个礼拜全部都过的话 那就是这礼拜可以确立说这个盘 然后这里来讲 不会再破13928这个底部了 不会再上13928这个底部了 那当然你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盘 如果说真的破 会不会破14000跟月 最差14000破了你持股一定要大量减少 那我现在的操作我很简单 我只要破10% 就是盘中我跌入破10% 我一定挺损 因为这一波来讲的话 从这一波的下跌我也真的吓到了 不管基本面好不好 以前都觉得说 基本面八倍很便宜 就像海运股也是一样 赚了那么多钱 两三倍很便宜 跌到一倍给你看 跌到一倍多给你看 所以没办法 市场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 你要拿掉你过去有一些经验值 一些操作的纪律 你要是要放进去 那你这样子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错误 那我现在来讲 只要会员他会买进去的持股 大概赚到10% 那附近我一定先出一半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你看外资每天卖每天卖 你也不知道这个盘能不能涨得上去 虽然看现行来讲是要涨上去的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我就把设定这个原则设定好 所以我像我今天来讲 我就赚了一半 我就卖了三档 等一下是拿三档跟贵报告 那这个卖一半以后呢 那接下来就很好处理了嘛 真的再跌下来 我们赚个剩下四五%就就砍了啦 就不管了 就就重新再来了 就是卖错也没关系啊 对不对 至少我第一次我卖的快赚10%左右嘛 那这样子来讲 那我对呢 那我对我可能就是赚了更多嘛 我就可以破断持有 你这样子的操作就原则上就比较安心 就比较安心 所以说现在来讲 最多赔都是别的10%啦 那这一波来讲 我说多头市场 你说多头 为什么讲多头跟空头 为什么我这么用心在分析大盘 你看这一波在涨 你看我操作股票就比较顺了 每一次下手的 每一次个股全部都赚钱 这个就是多头的好处嘛 你不要空头再做多 你空头做多就很难啦 就很麻烦啦 就很麻烦 你现在这一波你怎么做都会怎么赔啊 你说有些逆势股 那当然这少之又少啦 那就算了吧 那我当时我就跟你讲 就是当时这一波跌 我说你不是就空手就好了吗 那么累干嘛 对不对 那我们手中也叫做三四成的持股而已啊 就长农崖明嘛 我们一直抱得好 那上次是也都还在手上 基本的啦 但是我们长农崖明 我们短线一直赚了28% 一直赚了23% 短线做三次啦 赚28% 第三次都没什么赚钱 28% 23%就这样子 所以其实多头市场 现在来讲是多头 虽然涨了1500点还是多头 你不要说跌 这样这种跌 跌到2000点还是空嘛 你看从18619一直跌跌跌跌 跌到这里还是空嘛 这里反弹不过 这里反弹不过 你就是要卖嘛 不然就是要做空嘛 你看就跌这一波 这边反弹不过还是跌啊 还是反而是跌到这里 那这一波既然这里能够 技术面突破这个中轴来讲 就代表说他已经从反弹走回升 那这一波的目标呢 我们先看目标来讲的话 大概我个人的预估应该会到 以半年线这个位置 终极目标先看16273 这个长线中轴这个位置 所以说中线来讲是转多 但是长线还是空头 长线还是空的哦 我跟你讲是中线跟长线哦 所以说现在来讲啊 中线的空头已经 已经克服了 所以说这一波你看哦 从这里来讲跌了六个月 有没有跌六个月 从18619跌到13928跌了六个月 好那时间长对称来讲的话 涨三个月嘛 你看很明显这是一月份哦 123456真的上半年从一月跌到六月份啊 惨啊真的有够惨的 这半年的空头 很多人都几乎断头了退出市场了 你看融资的减幅你就知道了 融资现在来讲的话 那政府基金也是赔钱的人啊 那外资算是大赢家啦 所以外资到现在来讲 你看他不回补啊 他赢了他干嘛回补 他就是不回补啊 他看这里来讲的话 还是还是空嘛 如果从长线的角度当然还是空 你从美国股市的角度还是一样啊 美国股市最后的连线一定要过啊 其实美国股市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最后的连线这个位置啊 道琼已经剩一点点而已 你看啊道琼已经有点突破又拉回 道琼不要给他过哦 道琼过其他科技股也是会往上拉 道琼跟标普来讲的话 其实都离连线都一点点而已 科技股和离得还比较远一些 有没有 你看这是nestate这是废办 但是你看标普一点点而已 道琼也是一点点而已 所以第一个 一定是道琼先过 道琼调的标普过 标普再来就科技股过 那如果说能够过的话 我跟你讲 尤其道琼能够过的话 尤其要往前拉 道琼能够过连线的话 我跟你讲外资一定不得不回补 因为国内的资金 你看美国股市长 国内资金就很短 所以把股市攒上去 他在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的话 不可能 这些外资的操盘人就不用上班了啦 今年计算一定很差 因为他一直卖股票嘛 他卖的股票代表什么样的股票 不知道耶 讲实在话 第一个他原来持股的 那原来持股成本是多与少 他今年已经卖一兆了 当然这一兆来讲 也分了两部分啦 原来的持股 就是他有真正持现股的部分 第二个是什么 借券放空的部分 那如果这一波来讲 他卖400亿嘛 我说这一波 我看卖400亿来讲的话呢 这波统计 我们看一下 这波统计一下 我今天做一个统计啊 你看这一波 这一波 这一波他卖了快400亿 然后我请问 如果这一波他400是借券放空的 他有赚钱吗 他是没有赚钱的哦 我们就整体来看 他是没有赚钱的哦 对不对 他是赔钱在走的哦 啊赔钱在走 啊你又没有现货 又没有 啊又借券放空又赔钱 那我请问你还有工作做吗 啊明明都在涨 你就一定要那么看坏台湾股市嘛 对不对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这里是一个关键 当然最重要是在美国股市 那从美国股市 我们来看昨天的讯息 我们来看这种感觉 其实看台股一定要先看美国股市 这一波从7月29号会开始起涨 我也跟你讲 你就看美国股市 我说美国股市在7月27号升息 那一次升卖以后 美国股市就开始起涨了 有没有 你看有没有 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 我们看一下道琼 7月29号在这里 有没有 他涨这一波 他先涨这一波 有没有 到季线 你看他升息完以后 升涨这一波 对不对 哦那肺半更明显哦 有没有 你看都涨这一大波哦 你看飞半这一波 从17月29号从这里开始涨 涨到这里 然后摔一下 也是在高档嘛 对不对 Nest涨最凶啊 你看Nest涨这么一大波 有没有 直接站上 那时候他们其实 27号嘛 27号公布以后就大涨 大涨 你看涨这么一大波 有没有 过了这个颈线的位置 很明显哦 很明显哦 真的很明显哦 你看道琼涨这一波 有没有 Nest涨 标普也涨这么大波 有没有 涨这一大波 你看这一大波 几乎比这边都还多了 所以说台北股市 真的要不要涨 还是要看美国股市 那美国股市呢 我们看涨了这么多 昨天的氛围 你看哦 FED序是昨天的新闻 那最主要是 我们看一下 整个FED的FG 的会议记录 大概怎么看 它7月26的 7月26到27的 它昨天才公布 这几天才公布而已 会议当时维持 调向升利率3嘛 未在加速 目标利率2.25到2.5 紧缩政策来讲 照原先 就缩表到持续之前讲的 整体结果符合预期 那显示 官员一致认诺 没证据显示 通膨压力正在减轻 注意看哦 没有证据显示 通膨压力正在减轻 那时候看是没有的 且观察到 商品及服务人存在价格 上涨压力 因此通膨有延迟反映经济换稳的现象 礼拜四跌出 要跌这一块 所以必须紧缩 来防止通膨 根深蒂固 以及通膨预期 失去 描定的风险 就是anchor 就是大家一致的认为 就是描定 但是 英文直接翻译过 包括官员指出 目前供应链出现 一些表面的现象 可能是合适的 然后未来 有一通膨能高预期 虽然预期将有机会 逐渐换缓升旗的脚步 展望未来 这个展望未来 其实他自己 这个是 这个研究报告自己写的 这个研究报告自己写 你看很多的事情 其实商品价格稳定 原有最近是真的有在跌了 那疫情影响淡化到未必 疫情集团上 VA4、VA5 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那就会市场来讲的话 至少有一点点帮助 帮助 所以说现在9月来讲的话 有人是说 看差不多两码而已 但是呢 今天一个理事 那个英派的也是讲三码 那所以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美国股市 对两码三码 其实感觉已经 没那么重了 因为现在来讲 现在8月中 现在下一次来讲 投资本这张表记 下一次是9月21号 9月21号 今天是8月十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时间股票要涨 你可以涨很多了 所以这个空窗期来讲 还有一个月时间 让你去跑 让你去跑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不管两码跟三码 我觉得啦 其实以目前看的话 美国股市往上走的机率 还是非常高 那当然美国股市 如果说这里连线过不去了 台股股市到这里 也差不多了啦 所以这里来讲 你要怎么猜 不用什么猜啦 反正你把你的操作规则 先定下来就好了 对不对 先定下来就好了 你就这样比较轻松 才操作 第一个多头来讲 就是赚钱赚钱 差不多10%不行先跑 对不对 这样就很轻松啦 我们来讲 我们最近操作的几个例子 昨天我加灯 3680加灯 加灯我昨天才买而已 加灯 昨天才买26 你看他今天突然冲上去了 有没有 你看这么长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也不晓得 我讲难听一点 我是看报告啦 报告其实 目标在看这边来讲 还有一定的距离 你看到景线的位置这么漂亮 V型反转过景线了 所以说短线上 你真的一冲上去 要不要卖 卖啊 管他的 我看他突然就一直往上冲 往上冲我就挂了啊 对不对 就先卖再说嘛 卖我哪知道他今天会跌 但是现金也没有破坏啦 你也不用担心啦 你有的也不用担心啦 这只是短线有点失控而已啊 反正就是短线有人想要赚个价差 因为这一档 今年这一档个股来讲 对他来讲是真的是算是很好了 你看他今年11块 明年15块 是不是获利成长 对不对 就是成长股嘛 所以你就买这种个股 你就不会差太多了 当然股价位阶 当然这档股票位阶是比较高一点 所以今天急冲 这种股价位阶高的 你看到急冲的话就先卖了 就先卖了啦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来讲就先卖了啦 有没有 265的持股嘛 284就先卖了 赚了快20块左右 赚了快20块左右 那今天跌要跌就跌了 我们今天我们持股还赚小赚 我们另外一半我们还小赚嘛 对不对 中顶我还没卖啦 中顶我没卖 今天小跌 红海我还没卖 红海我应该礼拜一会先卖一半 先把资金先抽出来 因为赚了11%左右 好新新我也没有 我爱赚钱啊 这我买多少的 我买1151的 今天收多少 今天收163 164吧 我记得 还是在这里而已啊 有没有 收163.5 还是赚钱啊 对不对 是不是还赚钱 这波顶其实随便买 其实都能够赚钱 只要不要买到太离谱的啦 你只要中规中矩的股票都能够涨 涨多涨少而已 那你如果说每天要赚涨停板 你不用来找我啦 我不可能带你出上个股 你看我每天 我现在很多投稿老师 他会做生意就是看谁涨停板 那涨停板就是最强势股而已啊 大概我不喜欢这样做啦 我会从法人的报告去挑股票啦 我就这样比较稳啦 第一个这些个股来讲都是有量的个股 那第二个来讲呢 对的话也是可以一波往上涨 那不对的话就可能就先停准再说 其实至少有个依据啦 那有些涨停板的个股 牛鬼蛇神的讲实在话 你如果不对的话 你可能一赔的话也赔了很多啊 所以原则上你如果想要去追那种台面长 但是我不是不会做台面长那种强势股 如果说这一波来讲因为现在景气都不会太很好 你知道吗 加登算是一档在目前为止从基本面看 由基本面走多头的个股 所以他的本益比走得非常高 原因就在这里啊 你看他260几块 今年30块本益比26倍 算现在来讲是很高的哦 现在本益比7、8倍的一大堆哦 所以他算很高的 你像星星来讲 你目前看本益比也才多少钱而已 连10倍都不到啊 所以说其实如果真的真正多头市场来讲的话 就很多像加登这样的个股 就像很多加登这样的个股 就很多像这样的个股可以让你玩 但是现在来讲不是啊 那你也没办法 你也没办法啊 所以说其实来讲的话还是要特别在 我说定调还是在大盘的方向 大盘的方向真的很重要啊 那台光店我之前跟你讲台光店嘛 所以你不想台光店可以留意 你看164我今天买164 我今天177.5也先卖一半啊 赚了89%左右吧 今天收176左右 收176 这台光店的部分 这环球金我还没卖 环球金我买472的 今天环球金也小涨了 6488 你看他也是在破传今天创破蛋糕 今天收514 今天收514啊 他赚7%多吧 我还没卖一半 这个就还没卖一半 另外新唐 新唐我之前跟各位讲 4919新唐 有没有 我说他也是获利成长的公司啊 我买114的啊 我今天卖127.5 127啊 赚11%左右 赚11% 今天收125吧 我记得今天收125 今天收125.5 有没有 我买127 卖在这里 最高点上去 然后慢慢又下来一点 也还好啦 那现前还可以啊 有没有 因为你看上面还是压力在嘛 你不知道能不能冲得过去啊 所以你要赚10% 先走再说啊 先不用管那么多 真的啦 我说这个牌还是多头 你不用太担心 但是呢 这是几率问题啊 那不对的时候来 你要砍的比较快啊 所以你先设定10%以上赚一半嘛 那你这样子就进个空退个手啦 你有什么好怕的 但是我们说停损啊 不会说每次股票卖都停损 不会啊 我们上次把景硕换掉去换旺系 旺系来讲的话啊 其实以景硕来讲的话 我们也是赚钱买的 赚了两三块嘛 所以不是每次赔钱都是赔10% 先跟各位同学们报告 没有那么烂啊 没有那么烂 那现在来讲这个大盘呢 总之本你要特别留一下这个大盘 这个大盘如果说 我们看这个大盘 因为其实现在来讲的外资 你也不知道真的外资他在卖 他是真的看坏台股还是在干嘛 真的搞不懂 过去来讲美国股是长成这样子 他不应该 连这一波你看他都卖了快400亿啊 对不对 连这一波他都都卖了快400亿 所以是有点 有点鬼扯淡啊 真的讲实在话 外资在这里 为什么这里一直一直都在卖 你说卖了这里了 你说美国在涨 涨了那么多 反弹1500点 这以前 以前你说涨1500点 外资还卖了快 你把今天的73亿加上去 就卖了412亿 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你看以前在涨的过程当中 外资能有这样子卖那么多的 那其实这个盘有能力做上去 就只有我们政府而已 那政府是一定要做的啦 对不对 他启动了国安基金 你看他从启动国安基金开始 一直涨到现在 刚好有美国股市配合 所以外资来讲的话 他就好像可能跟启动国安基金 觉得说不好才会启动国安基金 不然你干嘛启动国安基金 所以他就照这个逻辑 是反方向去操作 去反方向去操作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只能讲说 还是要留意啦 那整体来看的话呢 我说这里来讲最重要是 你放大看 谭代涨 对不对 你也不用预期他涨哪边 你只要看他的支撑就好了 他现在这一波来讲的话呢 我说我们有个目标叫 我们目标叫我们定 中线中轴嘛 16273点左右嘛 那是一个长多要突破的一个重要点 现在中多已经成局了 现在多了冲多了 我们这个东西要讲有点复杂 反正这边涨涨涨涨涨 是在反弹 如果15367没过的话 还是会破底 但是毕竟15367已经占上四天了 所以这边来讲众多确立 众多确立来讲 当然供什么 供半年线 供长线中轴 16200多点那个位置 16273 但是怎么供这一波 从目前这个格局来看 大概就涨 涨一些 你看哦 我们从这边开始算 你看这边是最低点 你们抓14000对不对 14000 你看这第一波涨多少点 涨1000点 对不对 涨1000点 从这里最低点 然后涨1000点 有没有 这里 这里到这边高点的位置 是要1000点嘛 14996嘛 我们这样涨1000点嘛 对不对 就涨1000点 这1000点呢 过程当中好开始整理 1234567891011 11天的过程当中 这一根又开始突破 有没有 从1500点 有没有 又开始涨到这里 1500400多点 所以这波涨500点 这500点来涨完以后 这你看这一个礼拜 我们看这礼拜是不是来整理 那位置都在卖 有没有 那这一波在涨的过程当中 外资里面什么参与 有没有 这里1000点外资没有参与 你看这一波5000点 你看外资这边才买一点而已 这里涨这一过程 他也是在卖 有没有 在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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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卖 都在卖 那这整理的过程当中 这一波 在涨 它是启动点 整理完 没有 两天 你看 它又启动点 所以接下来来讲的话 如果说要往上供 启动点 外资是一定会做启动的 那潜力就是美国连线 那如果不幸美国跌 你要跌的过程当中 你像我只要美国一跌 我都会留一下十字线的位置 我只要十字线 七成左右的持股在手上 但是你现在我三只个股 都已经获利一半走了 但是我操作来讲 还要谨慎 因为毕竟第一个 美国股市长到这边了 我们真的落后太多了 但现在从技术面来讲 是乐观看了 但是心态上还叫谨慎 所以我每天看盘 看得蛮紧的 都盯得蛮紧的 像今天你要一开盘 你看中小型股起来 大概算一算 有赚钱了 快10% 其实跑再说 不用想那么多 所以加登 后来下来 因为下来我也不晓得 他会这样走 这样难停一点 也许他今天收涨停板 对不对 也许他今天收涨停板 那反正他上了 下来就下来 至少我就卖一半 我不会去预期 他会怎么样 虽然中线的目标 叫人家看到340块 但是他是跟他 本益比不一样的关系 我可以跟人家 本益比比较低一点的 我就可能变成 320块 或310亿的 不一定 但是看市场 这个法人给他的本益比的目标下去看 那当然本益比他会调整他过去的状况 他不会乱给他 有点依据吧 对不对 就算有个依据嘛 所以这一波来讲的话呢 其实 结论第一个来讲就是 目前多头架构 中线多头架构还是存在的 那 美国股市还有一个月的空装期 至少半个月 所以这个半个月 就下面这两个礼拜 应该在中秋节 再两个礼拜就当下中秋节 对不对 好像两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中秋节来讲 会不会变盘 我不晓得 但是在两个礼拜来讲的话 台阁股市应该多还是多头 你不用太担心 你可以好好的找股票去操作 找股票操作 那当然重点就是 在这一波来讲 实现跟月线这个位置 一定要给它持稳 你把这个原则抓住 然后最重要的是 你要能够能力去挖掘到 个股的获利的状况 就是说 今年跟明年获利的状况 你能够去抓住的话 那你操作的胜率就会提高 你如果纯看技术线 是很难去了解它的 技术线还是很重要的 参考指标 那你可以完全照技术线操作 但是技术线来讲 你如果说一档个股 做什么 或者是说 它今年的营运状况怎么样 你都不晓得的话 那你有时候 你在买个股的过程当中 你的依据就没有那么强 那因为每股 投资股票应该这样子 不是一买就可以 一黄风顺的马上涨 一定有一些风风雨雨的 小状况 那这小状况 你怎么去评估它 这才是最重要的 买股票谁不会 我钱进来 我随便打一打 我就买进去了 对不对 问题是买进去以后 你对这样的股票的看法 你总是要有吧 你如果大家都是看技术面看的话 那没有 大家都会做了 所以为什么反正还是会尊重一下 基本面的一些看法 重要原因 就在这里 那不然大家都不要讲研究员 写那么多报告干什么 一点用也没有 还是还是有 所以说每个什么技术面 基本面都有它的用处 你怎么去用在于你自己 对这个市场的经验值在哪边 那我是现在来讲 我是这两个 我都偏 都一半一半的 我过去来讲 有点真的太偏基本面了 我都觉得说 哇 这赚了这么多钱 怎么可能跌 还是跌给你看 所以我这一波来讲 我一定有点受到教训 所以我现在不管 我只要不管股票 只要跌破10% 不管盘中来讲 只要破10% 我就一定砍了 你要来跟我做的话 你就要这种结论 不然就不用来 你也不要想说 我会抓掌停板给你 我股票买了 掌停板就掌停板 我也没什么感觉 我现在真的掌停板 我也不会更恭贺会员 掌停板 因为掌停板隔天 也说不定有跌 有什么用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但是如果说你说 一天掌停板 才能让你感觉很爽的话 那就算了 我没有 我现在没有做那种事 不想了 对不对 我觉得帮会员这样赚钱 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赚钱 你说你看我 扣信给你看嘛 就是赚钱嘛 就这样子 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掌停板 我如果拿掌停板 谁不会讲 问题是掌停板 你每天 讲之外 如果说你那个老师 每天都能够 讲掌停板的会员 都每次都抓到的话 他还在做投个老师干嘛 他投个歪掉了 他自己操作来讲 他天下无敌 天下无敌手 他还来上班干嘛 自己每天操盘 光做转掌停板 他转翻了 翻到哪边去了 因为中秋节快到了 我们公司有一个专案 这个就是好想出国 刚刚刚那个新闻 我们蔡总统 虽然今天看头版说 疫情严重 官方局长觉得 真的要再开放 他还是会怕 但是我们的蔡总统已经讲了 其实要朝着开放的路规划 那其实也讲了说 已经开始做逐渐开放的准备 所以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推啦 本来是大家就觉得九月了 应该不会那么快 如果九月的话 现在就要宣布了吧 现在都八月中了 不过应该是一定会开放的啦 一定会开放的啦 那 中秋节回馈里 这个是我们公司 这是我们公司自己做的 你看这是我们公司的logo 我们公司其实是一个国际性的金融机构 我们不是本土的 我们是香港这边过来转投资的 所以我们在伦敦啊 在墨尔本啊 反正在很多的国际金融 在纽约吧 都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投资的 像我们以前 现在是疫情啊 不然我们公司尾牙来讲的话 每年都去香港吃尾牙 公司出钱 机票住宿啊 去三天 礼拜五去 礼拜天回来 去还可以吃饭 还可以抽黄金 真的我们公司还不错 我们老板算是蛮有钱的 所以说你看他这一次 他可能这个是针对整个集团 一起做的旅行箱啊 做多少不晓得 但是分配给台湾的 这边不知道几个 那我们这边各自厂 就限额三个 那欢家参加来讲 你如果说现在参加会员的 现在刚好就有一个 至少有多一个行李箱啊 不过就是要参加一年期的会员 二一年期的会员 到九月十号截止 这边到中秋节前 中秋节前 大概都会有这个方案 都会有这个方案 当然公司各位投资者们做参考了 好 股市龙传 欢迎投资者们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当影片上传 就会做提醒通知 另外如果说你有任何持股问题 我想加入会员 欢迎任意点选标题 祝会让新市庄 第一个网址按进去 会到我们股市龙传 入会及持股的见证申请表 然后把姓名电话号码 还有持股名气写清楚 要加入会员 非常欢迎 上个话那你选择 填完资料按提交 股市龙传 马上会跟你做联络 另外你可以利用我们的 影片 右下方这个QR Code 用手机 什么进去带来族群 做互动也是可以 欢迎投资者们订阅 股市龙传 这个节目单元 我们有盘前焦点盘后解析 一天两个节目 对台北股市做专业分析 那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 顺利赚大钱 谢谢各位